先讲这个 先讲我们的这个横拍 横拍看好了 拍肩对着我们的虎口 如果说看好了 你们很多人都是 看这个就是 看这个就是偏正手 你的拍肩指到我们的大拇指前面呢 太多了拍肩在这里 这里留的缝隙太多了 你就是偏正手容易压拍 再到反手的时候不好调整 看好了 我们这个拍肩就对着我们的虎口 就可以了 哎大拇指按住 食指抵住三个手指头 记住了三个手指头 随时保持放松 明白吗 三个手指头总是很紧 总是握着拍子很紧的时候 你的小开关就不灵活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手指一紧的时候 整个肌肉就会僵硬 整个肌肉就会紧 整个肌肉很紧 大臂和小臂都会很紧 你再去打开开关 你这个关节是不灵活的 只有我放松了 我的关节才会灵活 为什么你会推呀 你会抬呀 你不由自主会用手去发力呀 也有很多的原因 是因为你握拍握得太紧了 只要不掉下来就好了 握住了 对不对 肌球的一瞬间 啪抓紧一下 啪抓紧一下 就是一抓一下 这种感觉 啪抓紧 在平时蓄力的时候 看蓄力的时候要放松 小开关才会灵活 对吧 还有就是我们抓紧的时候 特别是在拉球的时候 啪有一个收钱币 啪要收住力 我说了手指也有制动啊 我们刚刚说一个跨步的制动 啪停住 啪停住跨步的制动 核心会不由自主的发上力 手指也是一样的 你只会用这个啪发力 看收不住力的时候 它的力量是散的 啊 它的力量散的 分散掉了 我一瞬间啪抓紧一下 它的力量才会集中到一个点上 好 我们一起来啊 一起来练习一下 那直拍也是一样的 看好了 直拍也是一样的 拍柄对着我们的虎口 这里的缝隙不要太大 这里缝隙太大 你拍子是握不住的 啊 当然这个 看好了 这个手 这个握拍的时候 这个手 不要太紧了 哎 打开一点点 你太紧的时候 你这个手腕是用不上力量的 哎 稍微打开一点点 后面的三个手指头抵住 啊 这个手指头 轻轻的放在上面 就可以了 大拇指 去调整我们的拍形 大拇指 这个手指不要乱发力啊 这个 大拇指不要乱发力就可以了 哦 这食指 食指说错了 后面抵住 哎 这样的 我们的手腕呢 也会很灵活 哎 我们的手腕 手指都能发上力 直拍横拍 都是一样的啊 反手引拍 是靠腹部吗 对 对的 好 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再来一遍 好吗 预备备了 注意手腕和手指 注意手指的放松 三个手指头的放松 还有我们的这个 啊 调整发力 对 来 直拍也是一样的啊 直拍 茄子大一点 不要太小了 太小 你手腕是不灵活的啊 被禁锢住的感觉 那老师苗条了 美颜开到一百级 能不苗条吗 啊 来吧 预备 加油啊 预备 开始 一二 啪 抓紧一下 一二三 其实在弓球的时候 它没有那么明显的 没有那么明显 啪 抓紧一下 啪 抓紧一下 它都是匀速的 看 匀速的 只有拉到拉球的时候 啪 抓紧一下 很明显 在弓球的时候 啪 啪 身体一个紧凑感就好了 撞击这个球就可以了 一二三 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每一次练习 我每一次这个苦口婆心的再给大家说 每一次练习跟我加上脚的练习啊 不管你上身的动作怎么样 一定要加上脚 再来 加油 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一 看 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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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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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五个 五四 三 二 一 停